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7月26日 刚才看到海外的网站上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了呢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23号发表演讲 等于是对中国临阵的宣言 所以说有一个美国的知名的政治家 叫范亚伦 他说什么呢 习近平就要倒大米了 这个的确是这样 如果说美国真是在南海 和中国搞军事冲突 那中共马上就垮掉了 正因为这样 你看美国第三次军业 中国这方面也不甘示弱 但是是做给国内的老百姓 渔民们看的 是瞎呼吁 为什么 你看他在雷州半岛军业 就在自家后院 比亮比亮 然后做点声势 人民日报新华社在骗 骗老百姓 其实不敢和美国开战 他知道美国在找事 一旦找事了 就共产党就完了 所以说他采取了这个游击之爱 这个你要打我就退 你要退 反正我就骚扰你 打造声势 但是你毫无疑问 从这个蓬佩奥的讲话当中 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自由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共识 而且组建了一个新民主联邦 现在初步的轮廓已经出来了 围剿着中共 要结束中共的暴政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 但是习近平的应对的办法 刚才讲到在外交方面 军事方面 我是门后耍大刀 跟你保持个距离 那么内部呢 搞所谓经济的内循环 然后严厉的镇压 这个异认识 也是监控自己的老百姓 那么在经济方面 他办法很多 学毛泽东上山下陷 把一千多万 这些英俊毕业生 没办法安排 统统赶到乡下去 这也是他的一个 学习毛泽东的 模仿毛泽东 学的比较到位的一个说法 或许也能忽悠一战则 我看到人民日报 还发表一篇文章 讲到说大国可以内循环 看来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已经把这个供应链 要把它彻底的给它砍断 转移到这个印度 越南那边去了 这样经济上 那肯定中国就非常困难了 算是政权 这样老百姓没有了钱 对他们来讲 那就是腹底仇信的 所以说习近平 他采取这些政策 的确是给我的感觉 他是非常的强硬 同时又是非常的虚弱 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习近平基于这个党内外的压力 会不会在这个 以前是想象是做这个皇帝 终身之人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退一步 就是说仿照江泽民 把军委主席拿在手里 然后象征性的用一下 李强和这个胡春华 那李强当总书记 胡春华做总理 这个很值得观察 那么假如美国不进行军事的打击 仅仅是贸易战 科技战 信息战 心理战 甚至是供应链的战斗 短期内恐怕 就要想把它给干掉 这个集权统治 终结这个一党之政 我认为还是不那么容易 因为它像一个高速的列车 这个盘子太大 它会靠这种惯性 慢慢的往前这么滑动 就厮守下去 也能坚持个几年 也说不定 但是时间不等人 现在已经是 还有两年 按照正常就要交板了 也就是2023年 2022年 就要开这20大了 这个20大有没有 都是一个问题 如果美国动政阁要揍它 肯定就没有20大了 如果不揍它 仅仅像现在这种 危罪堵截 这个 那么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讲 他既幻想有什么 拖 夺 这个 看看能不能 11月份 拜登取代 这个川普 说不定美国的政策 能变 因为中共已经收买了 这个 拜登 几习儿子 他在打这个算盘 就党内来讲 他打一个 如意算盘 就是什么呢 现在红一红 这个 这个 胡春华 给人感觉就是 我这个权力不是这么做人质 还是要 也人事更连 新人辈出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胡春华那就是近期特别活跃 你看他从今年的这个新冠开始四月份开始到七月份 那是胡春华他的活跃的这个频繁啊 胜过其他所有的领导了 你看他十三个省市走了 对于现在啊 海南也去了 说啊 还有这个安徽啊 湖南 湖北 这个雄安 新疆啊 重庆都去考察 他就负责考察这些项目 这些地区 也不光是他的领域 自己的领域 过去他是农业 三农 现在是什么 连这个经贸 外资 等等都给他来管了 所以说这个是异乎寻常的啊 似乎也向外界显示 就是说习近平 碍于这种压力啊 内政外交困局啊 干的是一塌糊涂 李克强也是 这个势力倔弃 那是不是习近平也是要让步啊 同时哄一哄 这个胡春华呀 给人感觉好像胡春华 由于年龄的优势 或许在二十大将 六十岁的时候啊 将接掌总理 现在给人感觉好像是这个意思 我们知道总理这个任期呢 肯定是有规定的 没有改变了 这个一定要 李克强一定要叫班 二零二三年啊 十四届人党一次会议接班了 那么可以预期或许这个 假如到那时候共产党不倒的话 这个可能就是 就胡春华就进常委了 正因为这样 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就陈敏尔走得不完 陈敏尔还想上 所以陈敏尔就 左右他的这个底细啊 刘启凡也就是内蒙这个纪律书记啊 在内蒙呢 提出这道产腐败二十点啊 还要整这个胡春华的底细 把内蒙的谈管抓个遍了 因为胡春华在2009年12年在内蒙工作 估计是大得人心啊 在党内可能有一批人支持他 所以这个刘启凡一定要找出胡春华的问题 现在找没找出的很难讲 不太清楚啊 但是现在目前看 好像胡春华也不太在乎 从李克强也很着急 李克强是整个护送胡春华 所以说 他也在抓这个陈敏尔的毛病 你看他到贵州去 因为贵州有独山县嘛 独山县是挥霍了四百亿公款 建这个楼堂管所啊 形象工程 互相斗得非常厉害 特别是两会以前 这个胡春华竟然敢去雄安 去调查什么地下水资源枯竭问题 那明显是给这个习近平的雄安 所谓新趣就上眼妖了 找问题了 所以可以看着他们之间 这个角度也是非常的这个激烈 但是胡春华很狡猾 胡春华还到陕西去考察的时候 这个还去到这个梁家河去 就渴头去啊 迷惑这个习近平 即使这样习近平也不相信 那么七月六号和七号呢 这个胡春华也去了重庆 借了陈敏尔啊 而且谈到乡村建设 实际上他们互相之间 那肯定是不服气 也不放心的 只我眼前有表演啊 因为这个面对这个内忧外坏呢 共产党即将解体 他们还得战争一排 因为他们不管怎么都 左和右还是一个 一个圈子里面的 一荣即荣一个人 一损即损 如果共产党垮台的话 他们扮演什么角色 很难讲啊 给我的感觉 美国要动真格 他就没有二十大了 如果美国现在这种两党竞争啊 这个错过了现在这个时期 十一月份大选 如果川普下去了 那拜登很难讲了 政策大变就很难讲了 中共还是有些手段 但整体上看 从美国这个民意的角度啊 政界商界已经统一起了 就是什么 对中共这个统治 已经和过去不同了 认识不同了 知道什么呢 这种一党执政啊 特别是一人独裁 给世界带着灾难 不仅仅是对美国 是对全世界老百姓 所以说他们也是形成共识 要终结共产党的这个统治了 那么但是习近平 他是坚决不愿放弃权力了 实际上 作为他这个角度 我现在来讲 还有机会 就什么呢 学习讲经过啊 哪怕让这个李强和胡春华 两个分成共产党主 共产党有公开竞选 也是一个出路 但习近平不愿意这样 因为他满脑子毛泽东的极左思潮 而且生活在就小兄弟们的吹捧当中啊 认为自己这个那是那力大无比啊 不管你们怎么整个烦恼 我就是肯定是要恢复毛泽东那个时代啊 一党执政啊 什么都是党在控制 都是我习恶心说了算 即使象征的也可以啊 所以没什么可能 这个二十大之前 他会让这个李强做总书记 他当局委主席 学习这个由学习毛泽东改成学习 这个邓小平和这个 这个江泽民啊 都把这个局委主席控制 也收了一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可能性 也很难说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啊 特别具有看点 就是什么 这几个主要的人物啊 一个是习近平 一个是李克强 再就是胡春华 那胡春华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这些很难讲了 你从他个人的履历表来看啊 从出身穷苦少数民族 又上了大学 这个又在好几个地区历练过 这个精力又充沛 年龄也不错 就或许是 这个比习近平好一些 但是你很难讲 因为他这个乌坎事件当中 他扮演这个角色 就严厉阵压 这个林祖烈 他未熟的这个 民选的这个 这个党子不书记 那似乎也预测着他 也是这种极左思潮 不要寄予希望啊 那习近平不愿意改革 这个一定要扮演这个就末代这个啊 朝代的终结者 也就是中共的计算统治 加速师这个角色 这个也是没有办法 这要看全看就是美国 就外界国际社会的压力啊 就有多大啊 当你这个压力到达到一定程度 党地就裂变了 裂变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的扮演这个角色 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 你像当年六四的时候 谁能想到这个赵紫阳 扮演这个角色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人做什么 就不做什么 就不完全是个人的冲动啊 个人的这个素质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什么 时代造英雄 时代的裂叠 到那时候将发生什么 很难说 现在在南海 你想如果说有一个 偶然世界擦墙之后 一旦交战 就打破了将军了 一下子整个社会 那就 这个惊天动地了 那很快中共这个 我认为中共的军队 也不堪一击啊 就和这个萨达姆的军队 是一模一样啊 很短的起来 那就垮掉了 那么 但是正因为这样 习近平还是 原本他性格就懦弱啊 在犹豫啊 又想在媒体上 忽悠老百姓宣传啊 就搞得好像是这个 这个力霸千军啊 两个一百年 你这真正动手的话 又这个 左思右想 忐忑不安啊 所以说造成现在这种局面 那美国这方面是多多逼人的 希望早一点 恨不得马上开战 反正在南海是太黑的 还是终于边境 所以说 这个偶然因素啊 将带来世界必然的变化 好在这个变 必然的变化已经有了基础 也就是什么呢 全世界各国人民啊 大部分啊 这些政治人物都看透了什么 中共的反人类的本质 必须抛弃啊 中共的一党 这个转阵 如果抛弃了 什么胡孙华 这个孙春兰 这个李克强 喜宁这 那马上也就世界大变了 中国的人才有的是 像魏京生 王丹 王军涛 这个郭文贵也是一个重要人物了 他宣传鼓动能力非常厉害 你得承认啊 你在国内还有关押在大牢里的民运人士 秦永敏 徐自勇啊 这个王炳章 还有这个关押完了之后 到现在没有消息的啊 软禁的人家高知识等等 人才积极英雄辈出啊 这就看历史怎么变啊 历史一变变的时候 那中国这14亿人口幻法出来的那个聪明才智啊 可以这样讲 那都惊天动地眼 到那时候真是将共资震讲的 这个不拒一个讲人才了 你会看到有能力的人多得很 共产党统治如此自欺 我没灭了中华民族很多人的聪明才智 所以非常的这个可恨啊 这个可恶悲哀啊 好在这个时代终于现在有了希望 即将终结啊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谈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